這一集我們要來特別關心到的是美國智庫CSIS近期 在報告中做了分析 畫面上我們來看到位在上海滬東中華造船廠的 這一艘07627攻擊艦的衛星照片曝光了 現在我們看到內容特別顯示076的部分 內容是採取的是雙劍島的設計 有一條長度 好這邊是細節 我們看到長度約為108到110公尺的電磁彈射器 排水量現在是落在5萬噸而已 那麼艦身的長度是200多公尺 寬52公尺 加班總面積落在1萬多平方公尺 076的結構和既有的航空母艦 還有西方兩棲攻擊艦都不一樣 這樣的結構是配合什麼樣的戰術規劃 另外我們看到076未來在戰場上 可能會擔負什麼樣的一個重要戰術的角色 張志老師如何看076 就目前非常有限的資料顯示 我們只能做戰時的推估 就是未來很可能被定位成 洞拐六型的兩棲攻擊艦 基本的職能還是兵力投送 但是它會兼具提升火力投射能量 這個它之所以建造這種船 它是篤信了一個所謂一艦多能的 這個造艦的哲學 希望能夠滿足多種任務職能 而且增加兵力吊敗的運用彈性 但是連它的運用的適合的適用的任務海域 也會因為隨著噸位的增加而受到某些的影響 但是無論如何我認為觀察切入的重點 它有一定的默契的關係 這邊這個陸戰旅 它就這個營級的兵力 大家輪流進駐同一艘船 那它就會形成一定的默契關係 但也有的時候是臨時這個去那兒那個去那兒 但是我們要知道當陸戰隊以及航空兵力 進駐到艦艇之後 它有很多平常的就是駐地訓練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駐久了它的戰力的常數是往下降 然後你又要派新的兵力來做 我覺得真正它這些的安排 才是我們未來觀察它 這個如何 這個就是扶勤以及印錢的重要的關鍵所在 好 除了剛剛老師特別提到幾個重要的項目之外 我們也來關心的是上面 我們今天要來關心的是電磁彈射器 剛剛說076不是配備了108到110公尺的電磁彈射器嗎 其實跟福建艦的航母所配備的110公尺的電磁彈射器是一樣的 那重點來了 076剛剛說了其實它的噸位並不大 5萬噸左右而已 卻有設計可以裝載兩棲登陸部隊的一個空間 所以說我們可以想像 這個載運的艦載機數量 不可能可以超過共軍已有的三個航母 所以現在就在想說 076上面放了艦載機 第一個它可能是無人機航母起降攻擊11的隱形無人機嗎 還是第二個它會是比較小型的航母 只是起降它的殲35等先進的戰機 那為什麼它的規格會跟剛剛說的福建艦一樣 076未來可能是哪一種 剛剛特別說了無人機航母或是比較小的起降裝殲35 哪一種比較有可能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因為它不是一個正規的航母規格 它去起飛一個比較正規的像殲35這樣的飛機 我覺得是比較困難 因為它的這個跑道是比較短的 但是一個有趣的資訊是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以這個美國的埃塞克斯級的這個航空母艦 其實當時他們甲板也才272米 那這個我們看到這個076它已經有260米 其實它的長度算起來蠻長的 可是在本質上面航空母艦的作戰應該是往遠仰走 然後兩棲攻擊艦它應該是比較近海的這個方式 所以我覺得在運作上面 這兩種是完全不同概念的船隻 那它今天做了一個結合 的確在過去如同CSIS的報告裡面所指出 在過去沒有這種混合型態的東西出現 但是我覺得以他們現在的這個戰略戰術的規劃來看的話 其實在兩棲攻擊艦上面去發射這個比較小的 無人隱形戰機像這邊的攻擊11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合理的一種想像 因為它不需要人操作 所以當你的甲板短的時候 人的壓力沒有這麼大 它可以做譬如說這個更大的拘力的彈射等等 因為它沒有人在上面 那更重要的是降落 降落如果人要降落在一個這麼小的這個航空母艦 或船隻上面其實也是蠻危險的 但是如果透過電腦操控 我覺得這一切是可以克服 那它在這過程裡面等於是扮演一種支援的角色 就是有空中支援 有海上支援 然後變成一個立體的作戰的一種兩棲攻擊型艦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一個比較可能發展 而不能把它看待是一種比較小的航空母艦 它比這個福建號小了百分之三十 大概它體積是百分之六十八而已 那很多除了這個總排水量差更多 福建號是八萬噸 然後這個洞七六大概才五萬噸 那天差地別 就是它看起來像是一個漂浮的載台 像是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比較沒有把它傾向看成是一個小型的航母 但是它會具有一些空中的投射能力 這個可能是可以預估的 還有電磁彈射器的部分 對 電磁彈射器 因為電磁彈射器就牽涉到 它就是要有飛機的起降才需要有這個東西 那它把標準規格福建號上面的移過來 這個長度是一樣的 那表示它其實可以坐飛機的起降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可以推測 就是說它是一種未來想要走向立體攻擊 無人化隱形化的這種攻擊的一種加乘的方式 所以它不會是一個航空母艦 馬老師認為它是擔任一個比較支援的一個角色 我們來稍微盤點一下這個兩棲攻擊艦 在中共部分所擁有的 包括了071畫面上我們看到的是25000噸 那首艦叫做昆仑3號 2006年下水現役有9艘了 好 075呢36000噸 首艦是海南艦 2019年下水現在其實也有3艘了 071 075其實呢服役都不到20年 它們是新銳的艦種 那075呢首艦下水至今也不到5年 為什麼現在又要發展076 那接下來兩棲攻擊艦 在中共方面它們的戰略的藍圖又會是什麼 上次哥幫我們來看一下 我想像071 075這種兩棲攻擊艦 其實傳統來講 其實特別二次大戰事件 二次大戰之後呢 大概是那些你做不了 你打造不了航空母艦的國家 像土耳其 義大利 他們大概都是走這種兩棲攻擊艦的 類似這樣子的規模 可是我覺得076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謹慎看待這件事情 我個人大概除了對於福建號很有興趣之外 我對於076有高度的興趣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要知道就這樣講 它的狀況雖然比航空母艦小 它沒有辦法像航空母艦 特別是這麼大的艦載群 可是呢它的無論 可是它相對柔是它的攻擊力 它的因為它本身配置的部分的武器 然後呢它的航母的這樣子的功能 可以存載了很多的空載的部分的這樣子的 戰鬥機以及包括無人機 之外還有運送 大家不要忘了其實兩棲攻擊艦 它的兩棲這件部分的意義 就是因為譬如說以現在來講規劃076 我們知道它有那個全通式的甲板 它的雙箭導設計 機庫啊車庫船屋 也就是說這種076這個各位 076這個是世界首創的喔 它不是延續現在071 075 二次大戰之後再造的那些它很新 所以大家全世界很關注就是在於說 因為它的能夠運送的部分 它的量體可以達到一整個重型履 一整個重型履 再加上兩萬一千多名士兵的裝備 這送得了的 也就是說它現在如果要真正的兩棲攻擊的時候 它做一個就像這個小海島一樣運送 雖然我們知道 所以這對我們兩岸的戰爭 特別是在打台灣這件事情來講 我認為像076這樣子 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戰術考慮 為什麼有戰略考慮 因為它在這個過程裡頭 雖然沒有錯 如果你最後真的要打台灣 你不見得都放在這個076上面 你會有很多這種民間的 就是中國大陸的民間漁船啊 你就是千帆萬船戰術 你還是可以運送很多的人 但是你不得不說 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我個人認為是無人機 所以因為現在無人機的這個戰術 我們知道無人機的攻擊在烏克蘭戰爭 無人機現在也包括在整個空軍的 這個群役的服役上當中 偵察 攻擊各方面都擔任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們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看到無人機跟兩棲作戰怎麼做 所以我個人認為 現在這個076這款 中國大陸現在在研發 而且改善不走075的路線 很明顯的我認為它 包括它的電磁彈射你剛剛提到的 它很多的考慮一定是包括了 無人機在兩棲作戰 包括兩棲作戰 包括要登陸等等的這些東西 無人機要怎麼密集的搭配 要知道這可是全新的戰術 全新的作戰方式 在過去戰爭史上還沒有出現的 那它要搭配像類似076 這樣子這麼樣的一個 我一直覺得這是all in one 就是它的所有功能在這裡面的這種強大性 所以我認為不容小覷 好 所以上次幫我們看到它認為這是一個全新的艦艇 等一下請張建老師持續來幫我們看到它的優勢還有什麼 包括它的首創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是無人機 接下來也會在上面 所以算是非常非常的特別 我們先來稍微回顧整理一下 包括071跟075現有的特色 再來持續看到076 071上面有浮動甲板 能夠讓氣墊船還有直升機把軍隊送上岸 然後距離海岸更遠的地方就能夠來準備登陸囉 075的話有甲板起降直20 同時它也有浮動甲板也可以搭配氣墊船 所以它可以載運兩棲突擊旅建立攤頭堡之後 讓其他的船跟著靠岸卸下軍隊和戰車 剛剛談到的076的部分空中戰力之外還有哪一些亮點 我們看到它的噸位持續的在上升 從一開始071 2萬5千噸 到現在076已經到5萬噸了 噸位來說越高能有什麼樣的重要性 為什麼需要這麼大的噸位 你可以把噸位想成 就是我們今天在一個賭博之中的籌碼 你這個噸位的增加 這個船的規模變大的話 你的整個耐鋒性 那個續航力 作戰的持久性 作戰的半徑都會隨著它擴張 但是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是說你今天無論是建造船船 你的兵力的配套 成如我剛剛所講的航空的兵力 跟兩棲的兵力的配套 還有基地的設施這些 都必須要詳細的規劃 否則的話你只有把一個船做得很好 最後找不到碼頭來停 對不對 或者說是它的陸戰兵力 要拔山涉水 才能到那個裝載的點 然後去裝 這都有很多東西改進的空間 事實上現在中國大陸的 無論是陸軍的兩棲 這個機械化濕 或者機械化旅 或者陸戰旅 它現在的駐地跟相關的 能夠去搭載的 裝載作業的港口 都有相當的距離 所以這些將來駐地的轉移 以及相關配套的訓場 跟設施 其實努力的方向還是有很多 當然所有的目光現在都在這艘船上 但這艘軍艦出港之後 他們還是要測試 我還是要提醒 有很多原來期待性的很高的 到了最後都是很糟糕的作收 像美國的海狼機 夢幻型的驅逐艦 濱海戰鬥艦 所以它為什麼做一艘 然後要測試完整完 後續才會跟進 我想我的看法是相對 就是說期待是很高 但是做出來的 到底能不能滿足需求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審慎的來觀察 好 謝謝張志老師補充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在環球大前進行